我们之前开发好的软体,每开发一点点想要看结果都要按Build 然后appsave.apk to my computer 然后它就会编译大概一分钟之后,右下角就会出现一个编译好的东西 然后你再去点一下编译好的东西,它就会启动夜神模拟器,可以起来模拟 但是每一次做一个小修改,就要按一下编译,然后就要一分钟很浪费时间 所以跟各位讲,如果你今天你是用网路版的,你是用网路版的 我们刚才不是还有下载一个叫做,刚才那个什么? 不是有一个叫Download了,还是Store了,还记得,就是在那个,我再给各位看一下 就是各位刚才,如果你今天打的是App Invader 2 Download 如果你打的是App Invader 2 Download的时候 我有请各位,第一个连结里进去之后,我有请各位下拉,选这个 Downloader Installer 这个一下载之后,在你的下载区,它的名称叫这个东西 我先看一下它,叫这个,MIT APP Invader Tools 2.3.0 WIP 这个档案,那各位现在可以把它执行起来 执行它也要先安装一下,安装 好,然后下一步,I agree,然后任何人都可以使用,都可以好 然后接下来,在这一步,请各位注意哦,这个地方,Desktop Icon 就是桌面的捷径的小图示,请帮我打勾勾,好不好 桌面可以加一个小图示出来,以后你执行它就好 然后接下来,Next,Next Install 它就开始装了,OK 好,这个装了之后,等一下各位可以看哦 装完之后,它会启动一个,也是像DOS模式的 你不要关掉,你不要关掉 启动完之后,但是哦,刚才各位有执行单机版的 严格来讲,不启动它也无所谓 但是如果你没有启动单机版的,各位一定要装这个 好,然后它这边,最后一步哦,reput now,请不要 你不要,这是等于重开机,你不要重开机 这边学校的电脑重开机就还原了,请你选这个 I want to manually report later 之后我要手动开启,重开机 好,Finish 好,然后这时候,我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没关系 因为它说我已经,之前有装了 好,那现在不管 我跟各位讲,桌面上就出现这个图示了 AI Starter 所以以后各位,如果要启动内部模拟器的时候 好,请帮我先这个执行一下 它会出现一个这样子,或者是豆子视窗 你看哦,它是豆子这样子,你在这儿缩小就好 不管它,不要关掉 然后呢,我说内部模拟器怎么启动 刚才开发的东西的上面,有没有看到有一个Connect Emulator 请帮我执行这项动作,Connect Emulator 然后呢,它大概又要跑个一两分钟 因为要启动内部模拟器 启动内部模拟器会花一点时间 然后呢,那个什么 你看它现在开始准备跑了 那我就说大概要跑个一两分钟 那跑了一两分钟之后,等一下 各位可以先把它执行起来 甚至你可以把它放大一点,可以 它的右下角可以拉大一点 OK,那它现在在跑的过程上 因为有些人电脑画面跑得比我还快 画面已经,我的还是黑了 有的人已经跑了那个 因为我这个电脑已经四五年多了 四年五年以上 本来我今天有买了一个新电脑 可是在新电脑,在这间不能投影 这间因为中间的那个投影萤幕解析度太差了 我的电脑解析度太高,投影不过去 所以只能拿旧的 好,所以各位你看它会在投 但是呢,跑完 我说大概跑了一两分钟 跑完之后 等一下画面请帮我仔细看清楚 我现在暂时继续录 是因为要给各位看 它等一下画面会出现一个 那些东西的NANOW跟OPAY是什么东西啊 它是说现在目前模拟器有那个什么 模拟器的M上面是C,要有C版的 你要不要更新 那如果各位在电脑教室,你就选NANOW不用 但是有时候选NANOW,这里面看到了 它说,Your company and app is out of date 就是如果已经过期了 你click OK可以来更新 我建议各位还是更新好 尤其在家自己家里电脑自己用的 请你更新 那有时候在学校里面,因为电脑会还原 你选NANOW,可能就可以用 但是有很可能不能用 你看啊,我选OK 让它更新 然后接下来出现这个画面 GOT IN,请你直接GOT IN 然后呢,赶快再把模拟器叫起来先看一下 模拟器就变化了 它就出现这样子 然后呢,它为什么说 你要不要做更新 The application you are installing will 就是说反正你的APP会被改掉 好,那你当时按OK 然后过一回这个地方 请你选Install 做安装 好,Install安装的时候 你注意这个图示 因为这要做两次 才能够成功 你看这个图示 跟我这个小蜜蜂 这边的图示不一样 所以还在做更新一次 你这里按Open没有用 按Open,按Dumb也没有用 是可以动作啦 按Open它就进去这样子而已 但如果说 还没有跟到最新没有用 那怎么办呢 这是第一次喔 然后接下来要请各位 Connect 先Reset一次 Reset的那个模拟器就不见了 按理说那个模拟器就关掉了 好,你看那个模拟器关掉了 再来Connect,Demurator再一次 它一样又再跑个一两分钟 OK 好,然后呢 你会觉得好麻烦喔 前面这个动作怎么 Yes,模拟器开一下就 一次就OK了 这个还要跑那个 可是等一下你会觉得 内部模拟器很好用 好 只是前面在开启的时候很花时间 然后它旧版的 它要更新很花时间 就这样子而已 好 那 但是后面人家始作就很容易 好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边一样 让它跑个一两分钟 它又会出现 类似 拿到OK的那种发型 好,我来看一下 这要做两次才可以 稍等我一下 我继续录影 当然各位手边可以做的就可以做 好了,快好了 好,等一下仔细看画面喔 好,它有时候在Compiler 或者是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 你几乎没办法做其他的动作 就是在这个写程式的网页当中 你没办法做其他的动作 当然你去用其他的应用程式就可以了 好 好,来各位看一下画面有没有 诶,它又出现这样子了 OK 好,那你一样再按一次OK 然后再 它会在底下又再出现 Install 你再按一次Install 然后它就开始跑跑 各位至少有没有看到 现在画面已经是这个小蜜蜂的画面 有没有 第二次以后才会正常 然后装完以后 好,等一下很快去装完 装完以后 请你直接按Open 不要按大 按Open 然后 按Open没多久以后 你就会看到画面就跟你手心的 电脑上的画面是一模一样的 好,就是你刚才设计的画面是一模一样的 好 现在出现 Give Up 放弃 还是Give Try It 那当然是Give Try It 好 好 基本上它应该在装过程中 装好就OK了 你的模拟器就完整了 好 我先到这里先停止好了 基本上 我就说最后一步它出现Open跟Dumb的时候 请你选Open 不要选Dumb OK 刚才第一步做完之后 出现的Open跟Dumb 你要选哪一个都可以 不重要 然后再选Commit Reset 重置 然后再Commit Emulator 第二次 它又要再去做安装的动作 安装完 基本上装完之后 你就按Open就好 好 来,我到这边先录影 各位先操作 好